中文字幕提供 好 拆定了 今晚有維政策士Benson和Anita 等一會再跟一群維政策士說 其中一個特首都覺得 真的要認真想想 林鄭月娥作為特首 我覺得她整份CM報告 最覺得要搞得好的 反而不是房屋政策 而是對外訊息發放 她的意思是跟公務員打氣 我知道你們做得很辛苦 我知道你們局長也讀了很多事情 沒有人知道 但是 我們也在執行 但是硬是說不到被人聽 或者說過被人聽 沒有人知道 不聽 要不就被人柴台 浪費了嘛 所以究竟怎樣可以 在對外訊息方面 去到國際水平 我們等下可以跟一群兄弟姐妹 聊一聊 但這一刻我們就說另一個 維政策士很關心的議題 就是青年政策 特首也有很多篇章 在施政報告說這方面的事 這次她與青年同行 亦有一個部分 一開始當然大家都知道 過去兩年發生了很多事件 所以特首一開始在施政報告 都說過去兩年 香港面對嚴峻的挑戰 促使我們反思青年工作的定位 與重點 之後她的施政報告也在說 除了要滿足了青年人的 學業事業房屋向上流之外 亦都要培養青年的正面思維 亦都要希望青年人 能夠有擔當有理想和願意為國家 整個與青年同學一開手 就是定了這個背景 不過這個希望培養青年人 有正面思維 我覺得是很難由政府做的 因為那是一個社會氣氛的問題 我們覺得未來有沒有希望 有沒有多選項 其實會不會在文化、體育、旅遊的結合 都是一種針對青年人的政策 就是說 不如如果你覺得做旅遊業 感覺上很老的 都是有一群老前輩去做事 現在我加上文化、體育旅遊 會否可以創新 會否有多年輕一代想想新事 加上新團 對嗎?Andita 我覺得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不僅是把所有的東西結合 一些新的東西 還是把整個東西產業化 因為以前年輕人會覺得 我很喜歡畫畫 但我也不能當畫家 找不到顏色 這是香港的困境 現在就比較像是 如果把不同的選項 都可以變成一個職業 或者變成一個產業 其實選項對於年輕人來說 多了很多出路 正面思維 亦都在香港這麼生活成本高的地方 是偏扯你怎樣跟父母和親戚交代 我可以有興趣做這件事 但如果我賺不到錢 我就無法交代 那我的思維很難很正面 是的 現在我就可以跟爸爸媽媽說 為何不行 我可以做這件事 賺到錢 可以給家用 這已經很重要 你一提到賺錢 其實香港很多年輕人都說 其實香港就業的情況 不是賺不到工 但好像向上流的機會一般般 所以在施政報告裏 第二個部分亦都說 其實香港的年輕人 應該多了解和回到大灣區 所以在大灣區的青年創業 和就業計劃裏面 亦都會去加碼 所以香港只有七百萬人 但整個大灣區都成了 七千至八千萬的人口 希望香港的青年人回到大灣區 多些機遇 希望上流的機會亦都多些 這個可能也是另一個 好像你剛才所說的 整個背景令自己的心情好些 起碼我看到原來我努力五年 我努力三年 我真的有些出頭的機會 不過當然 我相信亦都會有另外一些聲音 就說年輕人不只是看錢 年輕人不只是覺得賺到錢便足夠的 我對於這些說法也挺不以為言 是 我同意 年輕人不只是看錢 但你也不可以要求年輕人不看錢 你也要給他足夠的資源 他在一個基本生活 可以應付到的情況之下 他再去想一下 究竟我要賺多少錢 應該要這樣思考 但是你看看特首說的青年政策 除了令你有新的出路 所謂賺多些錢 你的興趣有機會成為你的事業 除了這一點之外 那個信心是很強的 因為我覺得前年的施政報告 因為直接在社會動戀中間 是 去年的施政報告其實有想到何時通關 是 不是很敢說青年政策 因為我覺得如果我寫一段青年政策 很容易被人哭的感覺 很重要 那個怨念還是很重 因為他今次主動去寫武去避 是 意思是他作為一個建制之手 即是特區之手 他肯去放下 我現在有伸出橄欖枝 那我的橄欖枝不是藤條 那你肯不肯去摺 還是你也繼續黏脂以鼻 那波就回到現行人那裏 但是那個化解不只是經濟上 事業上 都要看政策上、政治上 所以新的民政事務局 現在就是青年加地區 那這個地區有什麼玄機呢 會不會是一種區議會的改革呢 甚至乎是一個地區的諮詢組織 即是地區的服務組織的架構重組呢 其實黃泱你這麼說我也有這種感覺 因為你有一個新的政策局 如果特首連任會有大動作 例如我們近來 無論我們現在討論很多 叫防火和滅墜的地區委員會 其實也有很多我們這個年紀 或者再年輕一點的青年朋友 進入了這些委員會 所以如果你看起來地區和青年 或者是青年從政 其實又是另一個產業鏈 我會這麼說 如果你立志去外想重政的話 你可以先譬如說他有另一個 總結了的段落 其實這個青年自戰的計劃 都做得不錯 本來政府訂立了就是希望今屆政府 完結的時候所有委員會 百分之十五是青年人的 我現在都已經做到14.8的百分點了 所以都非常近榜 所以你自戰的計劃有 亦都結合地區的不論是不同的委員會 或者區議會 整個青年從政產業鏈 又開始承認了 當然你說這個叫做青年從政的產業鏈 又可以或者這個是青年從政的一個市徒 也可以 一個階梯也可以 但是有沒有可能 我剛才一開始說 跟他的事業是有關係的呢 譬如是否可以有一些地區的文化推廣 辦公室呢 譬如現在都挺零星地做的 譬如區議會會有些比較有創意的 就是搞一些文化市集 會不會可以恆常化呢 其實這個也值得想 當然我們有一些超巨型的 西九文化區的文化基建 但是譬如說 如果在中間被人覺得 你不是每次要直入到國際級的 是否真的可以有個階梯的概念呢 我覺得這個階梯的概念 如果結合年輕人去做 是特別有這個加成效果 因為坦白說 如果年輕人 就算我自己來做 你一來就叫我 我要去做西九了 要做國際級的項目 對我來說 我自己的信心壓力等等 我是否應付到呢 我的經驗 而且你都申請不到場 沒錯 都排不到你 所以這就是個問題 但是如果你說 原來可以一個個階梯 一步步由地區事務做起 慢慢才再拓展 我已經累積了人脈 累積了經驗 就算我真的做得不好 我做了一個小失敗 會否還是可以再檢討 再糾正 然後再進步呢 其實你剛才說的 體育界一直在做 由學界 然後變成地區的運動會 然後再上 然後挑戰世界 其實體育有這條階梯 文化其實也可以這樣想 事實上我們經常見 有很多香港的神童 是獲得國際的 獎項 藝術大獎 其實這方面是值得思考的 亦都有生意經 在裡面 是的 所謂回到去 可以謀生的 是的 所以其實如果文正 現在已經是非常 去… 即是給了兩範圈 就是青年和地區 其實它裡面 可以放很多不同的元素 在裡面 尤其是青年 都比較 例如文化體育那些 其實它真的可以 跟其他局合作 將青年和地區 發展得更加好 所以回到最後的問題 可能問一問Benson 以後的青年政策 我們應該怎麼看呢 以往其實沒有青年政策 不過房屋政策 有青年部份 即是人生涯規劃 我們就想一下 就業政策有青年部份 將來的青年政策 如果根據你這樣說 就有一個最焦點了 是的 我會把青年和地區的局 視為一個窗口 專門收集青年的意見 再將青年的意見 化在不同的局 包括文女局 包括房屋局等等 都融入了青年的政策 所以就有一條 比較正式的渠道 還有可能要有一個具體目標 包括有多少年輕人 願意去進入大灣區 因為現在加了馬 加了馬 其實公務員最擔心 加了馬 沒有人申請的 所以那個新的 由民政事務局發展出來的 青年和地區事務的政策局 就有一個新的訴訟 很多施政報告的討論 但我經常都覺得 政府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不只是香港政府 全世界政府 現在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量度的事情做不到 譬如 早前劍橋也有一個專題的文章 這樣說 最重要的是 提到那個 補償 即是那些東西 如何拿到回來 又真的交到貨 給人 因為再美好的政策 都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這個說法 我覺得都是 學界一定是這樣說的 但你看到約翰遜 他又不是這樣說的 他是繼續跟你玩 所謂身份認同政治 identity politics 我覺得今天都可以 討論完施政報告 可以這一節都說一下 其實那個 政治是怎樣 運作 包括 譬如 約翰遜最近 大家可能沒有太多留意 大家只顧著看那些 美國裸利潛水艇 然後 大家又在這裡喊吵架 淫入CPTPP 就在這裡喊吵架 但譬如其中一件事 就是約翰遜最近說 脫勾的一個 改變法制的機遇 包括什麼事項 其中一件都很奇怪 但對我們香港人來說 都可以隔岸觀火 有些反思 你覺得他如果說 脫勾的一些制度法規改革 是包含什麼 會是包含什麼 你覺得應該要包含什麼 可能是跟投資有關 貿易 對嗎?貿易 例如你經常說 蜘蛛 加密貨幣 是否應該要改革 他不是跟你說這些 他是說道量行改革 對 然後 一聲很長 道量行改革 他說不是 可以回復帝製 帝製 對,回復帝製 用回復帝製 是秦始皇的 對 道量行要統一一下 不,他意思是 我們不用再跟歐盟 對 因為歐盟要拿那個CE mark 對 不是特首的CE mark 要拿歐盟認證 一定要行公斤 不能行磅 現在我們有機會 可以回復帝製 即是磅 多少盎司 我心想 你做這件事真的無聊到 無聊到真的 甚至乎是 你知道英國人很喜歡喝啤酒 對 他說可以用那個皇冠標誌 你喝啤酒的時候 可以用那個皇冠標誌 不用看著CE 歐盟的認證 那我就說 約翰遜 他聰明是否聰明做事 我真的不知道 政治呢 他真的高很多班 你想想 每人拿著啤酒 看著皇冠 你記得是嗎 這裡 整個開心了 對 又拿到票了 對 就是這樣 現在就是我們身分認同政治 在香港其實也是 你是男還是男 他很男 他很黃 永遠跌到那個位置 英國標準 對嗎 我覺得這個也很難搞的 因為你最後不是想 那些事情是怎樣做的 對嗎 我因為他 我覺得他的事情 他就算做到我也不理會了 對嗎 那你們在這個課題上 怎樣拆掉 怎樣可以令到那個抗拒感 不要那麼大 其實你提了我的一件事 我想起 11月其實聯合國的氣候變化大會 就會在蘇格蘭開 對 其實今年1月 查理斯王子開了一個地球獻章會議 其實已經提早提了一個新的綠色標準 其實我經常有一個感覺就是 現階段 其實英國可以做的事情 其實少了很多 而且攤牌方量 其實過去的10年不斷減 減到由原本和德國差不多 變成現在德國很高 它很低 其實我懷疑他現在想建立一個 英國的新的標準 因為商業服務 無論auditing、consulting 即核數 核數 資訊公司 將環境和可持續包在裏面 如果它將這個皇冠 以後就是新的英國標準 都搶很多訂單 它可能比歐盟低一點 但又高過亞洲一跌 那就在中間位置 很多時候應該都是在中間位置設的 但如果你說回到之前說 具體如何執行才是重要的 就是我定了一個標準 我如何去推廣 那些人還想用 那樣才重要 而這件事 就在我剛才說的劍橋那篇 專題文章也有說到 往往有兩個問題很嚴重 第一個就是 不明白那個科技的細節 以至影響到那個服務的 即是 如何去提供服務 譬如說有一個機構 有一個市議會 找了一個外判的機構 去做公眾諮詢 歡迎那些人打電話來 表達意見 當然你也可以網上表達意見 但他也給一些 可能年紀大一點的 就打電話來表達意見 那計算的方法就是 你打多少個電話 我就給你多少錢 給一個外判商 那就出事了 是 因為每個接生電話 趕收線 你本來是否想問他 取得意見 你最後的結果變成怎樣 你說完了嗎 你再補給他意見 收完線再拿另一個獎 又收錢 這就是沒有想過 服務如何提高 那計算的方法就算錯了 這方面 我想譬如 Benson 你雙界財進 特區政府是否就是沒有了這件事 太過一本通書獨到老 而且太害怕人們抽情 等於大家搶口罩的時候 你去招標 對吧 你是不是傻的 我是要駕駛者可以的 那你就甚麼都沒有了 所以特區政府 其實這麼久以來 他經常說行之有效的程序 例如口罩 不行 我要招標 諸如此類 退縱文件 但是如果我們看回 在全球掃口罩這個事件 其實很多國家是怎樣 那些同事 是拿了兩袋現金去 放下這條生產線 我買半年 這個其實基本上 特區政府當日是做不到的 後來可能會多點彈性 諸如此類 所以如果在整個政策上很好 但在執行細節上 其實大家要擁抱一個判斷才行 例如剛才你說 英國、約翰遜 整個皇冠大家就很興奮 這個就不是服務送 這個是心理質素 這個純粹是心理的點式 所以要看回 究竟我們的公務員 在心理質素上 覺得我這件政策是否好 好就做 當然他要在整個階德 全部都要擁抱這件事才行 我覺得這件事 就跟之前Anita說了一整年 其實是一個公務員的培訓 是否真的要做多些 其實公務員的培訓 一直以來是很欠缺的 而且我覺得問題是 你一直有的培訓 都是知識上的培訓 而比較少是心態上 而且比較少是一些軟益技能 軟益技能 即是你不會培訓他領導才能 他的視野 他的大局觀 這些事情聽起來很虛 但其實是真的有得教 有得好 你看看外國怎樣做 你可以怎樣參考 可以由案件的個案 去做 這一方面的培訓 真的很欠缺 另外一個 都是跟所謂 怎樣去做到實質的工作有關 就是跟科技有關 就是說 現在的科技其實要去做Taylermain 去度身訂造是不困難的 但那些官員很怕度身訂造 他們喜歡買些甚麼 是現成的 就是off the shelf 因為off the shelf的 就有往績 是 就不用背鑊 是吧 但那些人買一些 即時現成有的 其實是那些快要過期的科技 是 於是他也可以駕低者得 就讓你買了一些快要過期的東西 這個問題也要解決 是否兩位都熟科技 我們在這個節目 經常提出一些新的方法 進取一些方案 剛剛說了很多東西 其實是一些很進取的方案 如果我們跟一個公務員說 或者跟一些主要官員說 可能他第一個反應就是 或者是沒有人試過 或者是甚麼呢 就是我的經驗跟香港 水土不復 即是你說外國多先進都好 他也有萬個理由跟你說 但可能他用一個 十年前的產物 最後結果就是用 但將來他現在用 二十年前的產物 是進步 那你就點幾千票 要十幾個小時吧 所以我發現 我們剛剛說的很多例子 就是究竟有甚麼KPR的制度 是令到整個公務員的體制 在心態上 在培訓上 或者在不同的方面上 令到他做一些進取的事 其實這個才是重點 這個機制是甚麼呢 就是我覺得懲罰沒有獎勵 我做過進取的事後 我有甚麼獎勵 我便升得快一點 不是我還是等下 科技上呢 科技上我覺得 其實這裡反而回到市民的接受度 我覺得剛才黃詠講 Custom Made 其實Custom Made也很講資料 個人資料 個人資料 個人喜好 對 但你問我政府其他 有沒有一個系統 或者所有政府其他 未有一個方法去處理 個人資料的問題 但這件事其實是要盡快解決的 照計這個特首 其實就在反高鐵年代 已經開始說要人性化處理 沒錯 但說到現在 究竟你有沒有這些人性化的資料 去做一些個人化的服務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真的要考慮 至少你的施政報告的政策 是你量度出來 還是你根據現有的大數據 去推現出來 我覺得從這個角度去思考政策 都是一個今時今日 2021年官員要有的技術 人們是一個最大的 人家人的這件事 是一般的 男性的方法 都想要人家 都想要人家 這件事 都想要人家 都想要人家 這件事